北京时间1月25日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世界杯预选赛 即将正式的开打了 距离比赛的开打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 在比赛开打之前 李肖鹏和政治率领的国足教练组 专门把一件事情反复做了5次 就是希望不要重蹈离铁的覆辙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这次的比赛开打之前 当时在上海集训 国足教练组就在充分的研究 上一次中日决战的录像 因为中国和日本呢 也有好多年没有再正式的比赛 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 这样重要的比赛 所以这一次的比赛经验极其宝贵 球已经输了 但是要明白自己输在哪里 当时对录像进行完核心部分的剪辑之后 李肖鹏和政治率领着国足教练组 一起反复的观看了5遍录像 把核心的片段放给他们看 让他们一起来总结 当时所能够找到的所有问题 来做针对性的解决 除了那个试球之外 其他的时候中国对哪些环节做得不够好 也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能不能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否则就白批了 那场比赛 当时李铁带领的中国队输球输人 在后场把5后卫的大巴 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守住 反而因为过于保守给人一种很丢脸的感觉 李者还记得当时中国队的那个失球 看似顾弱金汤的5后卫三中场的8人防线 根本不开一击 一次游手转弓的过程当中 中国队没有投入多少兵力 但却被日本队迅速打出快攻 李东纯也从右路强行突破了王胜超的防守 然后下底传中 跟进了大破勇也甩开了防守 在前点将球踢进了中国队的球门 所以相比之下 日本队的进攻踢得更加简面实用 而中国队虽然场上百大巴 后防线上放了8个人 但却根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盯人 这些都值得中国反思 李肖鹏和郑志都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中场 郑志还曾经长时间替补后卫 所以呢 对于中国队出现的这些问题 会比李铁更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我们相信接下来中国队不会犯和当时一样的错误 希望中国队这次能够脾气太难 迎来好的运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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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